这对夫妻实在太没素质了 他们竟然在充满沼泽的地方 玩高难度动作 下方水里的水袭和鳄鱼都看不下去了 想要冲上来咬他们一口 原来两人今天在路易斯安那州整了个跳伞套餐 结果一个没注意就挂树上了 于是便发生了开头这有趣的一幕 一直这样掉着也不是办法 小帅打算先给小美丢下去看看有啥危险 毕竟自己可是有主角光环 不能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随着小美一番挣扎后 总算够到了敌面 但却因为小帅使坏甩绳索 差点摔个狗肯尼 好在最后还是有惊无险的下来了 不过现在离太阳下山 只剩下两个小时 在夜间走沼泽地可不是一件好事情 于是小帅打算把小美留在这里 自己则轻装上阵 用最短的时间来探查周围的环境 这种浑浊的地方不仅有毒蛇 还有会死亡翻滚的鳄鱼 结果她一不小心就走到了鳄鱼脸上 这是一只短吻鳄 如果能抓住的话足够他们吃上好几天了 只见小帅拿着根木棍就往鳄鱼嘴里塞 然后直接一个绕后掐住鱼帛 众所中只想要制服鳄鱼 首先就得给她的大嘴封上 这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很难 但麒麟碧小帅就不一样了 直接就给鳄鱼摁到了泥潭里 然后掐住了她的上巴和下巴 不过小帅两人今天还有太多事情要做 没有火没有水 就算把肉处理好了 也会腐烂而浪费 只能把到手的蛋白质给放掉了 鳄鱼此时有一句妈卖劈 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随后她又去其他地方勘察了一遍 发现没啥威胁后便打算返回营地 小美这边正打算爬到树上去给散包弄下来 但小帅看到后却觉得她太调皮 这些事情应该交给自己这个男人来做 但小美一直在上边叫 小帅也被她整得没有一点脾气 只能让她小心一些别摔下来 虽然上树到上一半卡住很狼狈 但将散包完整弄下来的样子真的很帅 小帅也夸赞她干得不错 在这片潮湿之地 需要做到的就是远离地面 现在离太阳下山 就只剩一个小时的时间 想要迁移去高处明显不可能 于是两人决定就地驻扎 用散包捆在两棵树上当做吊床 这样的工作很简单 只要用散包的衔接处 当做固定点就好了 小帅觉得爬到树上去看看有没有干燥的部分 可看到小美这个表情就知道他们今晚将没有火了 夜幕很快降临 两人躺在吊床上啥事也干不了 脚底下的靴子早就被水浸湿 他们只能将鞋袜脱下来透透气 据说人的皮肤在水里浸泡11个小时 就会腐烂 所以他们得赶快了 跳伞师唯一携带的一瓶水也被喝完 小帅表示 自己现在愿意出20万美金 购买一瓶纯净水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好心的观众给他送过去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 两人决定今天不浪费时间 直接出发寻找干燥地带 路途遥远青庄上阵便是最好的选择 路易斯安那州的河流都是从北流向南方 所以他们只要一直朝着太阳的方向前进即可 这也是两人为什么要大兴早就出发的原因之一 走了几个小时后 却依旧还在沼泽地里徘徊 不过眼前的一棵参天大树 让他们找到了希望 塞浦路斯雪松是密西西比最高的树 这意味着陆地可能离他们不远了 又经过一段努力后 两人终于走上了陆地 看着周围鲜绿的小草 小帅突然不再讨厌这个颜色了 当然除了自己头发之外 他们现在已经精疲力竭 急需休息和水资源的补充 但是老天爷没有放过两人 天上乌云密布 小帅推断还有两个小时左右就会下暴雨 而且他还说左眼还犯了一些老毛病 小美吓得赶紧把自己的老花镜递了上去 结果被小帅嫌弃一番又不要了 原来他是想利用干枯的树叶 和镜片反光原理来生活 虽然不知道温度够不够 但目前没有任何工具的两人 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 看着强烈到快起火的样子 本以为会成功 结果天空的乌云直接围了过来 直接给小帅诊无语了 凭着他酒精不屑的麒麟臂 硬生生给一个地方照了半小时 好在最后终于成功把火升起来了 两人激动的不行 感觉往里边疯狂丢干木柴 现在火升好了 不过附近的水资源都不是特别好 小帅便让小美拿上自己的内衣用来过滤 不过看着橙色 说不定能写出即便元素周期表 水瓶不能够用来直接烤 于是小帅做了一个简易的支架 只需要用绳子吊着 就可以隔空烧水 可平身还是被高温融化到不断缩小 好在最后水师煮沸了 放在一旁冷却完毕就可以喝 昨晚两人睡在一张吊床上非常挤 小美还差点一脚给小帅踹下去 现在空间大也没这么危险了 于是便把降落伞割成两半 一人睡一边 再把上面盖好就能抵御住暴雨了 一段时间后水也冷却完毕 看着橙色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在喝乌龙茶 小帅先来一口试试感觉 虽然味道不是很好 但也总比没有强 补充了水资源后 两人开启了狩猎模式 像这种生存在沼泽的小龙虾 比你楼下街边摊卖的不知道要大伤多少 结果他俩没走多远 就看到了更美味的食物 这是一条正在和鰻鱼互窝的毒蛇 场面极其激烈 不过毒蛇这老六放毒还防毒 鰻鱼很快就败下阵来 被毒蛇拖到了岸上 但对于小帅来说 这简直是过家家 因为在他眼中这两玩意没啥区别 都是大辣条 拿着木棍就是给舌头来了一下 毒蛇当场就暴毕了 而想跑路的鰻鱼也被小美逮住 毒蛇肉少而且难去毒性 这条鰻鱼就可以拿来当晚餐 而且鰻鱼肚子下竟然缓缓长了小腿 那这估摸着适合荣原的杂交品种 不过在咱这边一般都叫老底做穿兽 回到营地后就将荣原定在树上 切下一块白花花的肚皮肉 闻起来跟鱼肉也差不了多少 随后砍下一切蛇肉 直接丢到水里看一下 有没有幸运的龙虾上当 然后又割下一块降落伞用来当储物带 伸手往水里一抓就是一个准 这个头还挺大的 而小美这个老六成小帅 不再已经开始享受荣原肉了 看他这表情就知道老底做穿兽的味道有多美味 没过多久小帅就拎着袋子跑了回来 看这鼓鼓的样子收获一定不少 打开一看果然很马赛 直接掐头去尾 然后拿树枝插起来当串串吃 在烤熟期间还品尝起了荣原肉 就他们这吃法 估摸着多待几天 就能成为新的森林霸主 随后小龙虾也好了 两人一口一个吃得不易乐乎 连壳都懒得包了 到了晚上大雨如月而至 好在小帅早就撂到了一切 早就把酱落散制作成了一个雨棚 这才勉强保住了火源 虽然昨天吃了一些小龙虾和龙苑 但这点蛋白还是吃远远不够的 小帅做了一个长毛 打算受力树上的腹树或者换雄 小帅重新拿出了 能够360度无死角拍摄的头盔 在沼泽地附近巡视了一圈 本想看下能不能弄只野猪或者鳄鱼吃吃 结果走了会后 竟然真的发现了一只野猪 一人一猪在水池里进行了一场生死较量 不过最后却是因为头盔被树枝缠住 麒麟逼迎来了他的手败 只能说实在太可惜了 这下偷鸡不成反倒还要十把米 不仅没有抓到野猪 还给小帅弄了一身尸 看来狩猎是无法继续下去了 只能先回到营地把衣服烤干 俗话说得好天无绝人之路 他俩在回去的路上 又发现了一只副鼠 虽然个头远没有野猪大 但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小帅在下边那长毛出了一会 发现出不到后 便也爬到了树上 直接一棍给副鼠打了下来 可惜小美没有追上节奏 让副鼠又跑回了树上 好在这次的树并不高 小帅又展示一套捕捉流程 丝滑到副鼠还在猛逼的时候 就被长毛摁住了 紧接着还是留给小美来捕刀 不过杀死这样的小可爱 却给她的心里留下了阴影 小帅只好开始劝导仪式 毕竟自己的老婆该宠还得宠一下 回到营地后就开始展现厨艺 看着橙色咬上一口绝对很爽 虽然刚才小美是一副要哭的样子 但现在吃到了鼠肉瞬间就不伤心了 果然真相原理到哪都能用 两人你一口我一口 直接给整只老鼠都消灭了 到了第四天 两人趁着现在还不缺食物和水资源 决定一路向东试试 能不能碰到其他的人员 走了四个小时 小美隐隐听到了引擎声 看来不远处就有一艘船 小帅赶紧把降落伞插到树枝上 然后快速狂奔并且大喊来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力 好在最后船上的人也发现了两人 把他们送回了家 好了本期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你也想体验这样每天都能吃野味的生活吗